为什么康康要剪掉螳螂的翅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康康养的一只非洲绿巨螳螂 大家注意看他的翅膀 这是羽化的时候没有羽化成功 看起来丑丑的 康康思考了好久才决定帮他剪掉翅膀 螳螂的翅膀分为两层 里面一层,外面一层 之前也有螳螂因为翅膀问题羽化失败 康康也帮他们剪翅膀了 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健康 请大家放心 终于剪完翅膀了 剪完之后,整个螳螂都精神了 看起来状态不错 这小眼神还挺灵性 特别是这回眸一笑 糟糕,心动的感觉 心动不如行动 康康给他喂一只樱桃蟑螂 螳螂抓住了樱桃蟑螂 然后就开始啃 这样来看,给螳螂剪掉翅膀 他其实也不丑 康康一直觉得 螳螂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治愈 下面康康用五倍速 展示螳螂进食的整个过程 最终,螳螂吃完了整只樱桃蟑螂 吃饱了之后 螳螂就开始玩耍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